这个大妈太任性了 带着八十块钱就赶在赌场里做哈 能住吗 看着到手的八百块 大妈赶紧趁热打铁 恭喜 您又赢了 吃瓜群众的议论纷纷 这大姐不会是赌神附体吧 见大妈越玩越大 刚营的八千块约要全部做哈 旁边的老王都吓呆了 老妹啊 你这玩法 心脏耗地住吗 随着轮盘再次转动 大妈的神经也紧绷起来 恭喜 您又赢了 见她再次命中 吃瓜群众忍不住拍手叫好 大妈却露出豪汗的眼神 大摇大摆地走向了其他卤桌 我说你懂规则吗 就敢这么玩 不懂 但是我懂数字 原来胡大妈昨晚路过天角的一挂 说什么明天八月八 您老肯定发 被以为是什么骗人的鬼话 没想到早上去银行存钱 就碰上了八周年电信 由于是第八位顾客 还被奖励了八十斤的大米 这给大妈都整蒙圈了 难道俺老姑真的要发财了 想到这 她果断拒绝了儿子 接自己回家养老的建议 取出八十块钱的存款 来到八号站台 坐上八号公交 点上一根八厘米长的八号香烟 迈着八字腿 走进了八号赌场 见自己八把都赢 八十块也变成了八十万 大妈简直乐开了花 同时也下进了决心 赢完这把就收手回家 那要是输了呢 对不起 您输了 见自己输得一毛不胜 大妈垂头丧心地找到生活 你不是说我今天要饭吗 怎么还输了呢 你亏了多少 八十块 今天不是还没结束吗 要不 你再去改成转转 胡大妈今天心情不好 在赌场里输了钱就算了 旁边的老头还总往自己身上靠 老色批 竟敢占老娘便宜 胡大妈气得抬手就要给她一个脑蹦 没想到一摸鼻子 老头竟然已经隔屁多时 这可把大妈吓坏了 正准备撒腿跑路 没想到司机一个急杀 老头的包刚好掉在大妈身上 打开一看 妈爷 里面竟然有八百万 要拿走吗 看着死去的老头 大妈十分拒绝 当晚就把巨款藏进了米缸 自从手里有了钱 大妈腰也好了 腿也快了 去商场买菜都不带讲价了 可一回家 却发现屋里闯进了两个无赖 穷大态度嚣张 一口老坛吐在地上 自知是什么帮派成员 穷二则苦口婆心 劝她实惊不昧 做个良好市民 要交钱吗 大妈毕竟是老江湖 当场破口大妈 劝她滚蛋 见追逃无果 又找出证据 两人只好撂下狠话 信心离去 本想偷偷埋伏 让大妈好看 谁知胡大妈也早有预料 竟然请了一米八的大胖当贴身保镖 见大胖左三拳 右三拳 打得两人嗷嗷乱叫 胡大妈显然十分满意 不仅天天加餐 还张罗着给她介绍个对象 这可把大胖感动坏了 从此更是对胡大妈寸步不离 熊大和熊二戒一直找不到机会 只好再次耍起了诡计 震大胖不备 将她一拳打音 随后闯进房间 一通乱翻 胡大妈健壮 赶紧抄起锅铲 对着熊大狠狠一架 一旁的熊二见识不妙 急忙夺过锅铲 将大妈扑倒在地 好在危急时刻 大胖及时赶闹 一锤子干掉了熊二 这可给熊大吓坏了 赶紧一屁股跳出了窗外 这里好像是三楼啊 这个大妈太淡定了 闹出了人命根本不慌 直接将尸体装进布袋 严密包装 若无其事地丢进了垃圾桶 看来大妈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了 这可把保镖吓得不轻 连工资都不要了 连夜选择了跑路 为了缓解心情 胡大妈准备去浴室放松 旁边却出现了一个叫方姐的女人 原来她才是帮派真正的老大 还从保镖大胖那里 得到了大妈最近的消息 方姐告诉胡大妈 她捡到的八百万 正是熊大几人 从自己的赌场里偷走的 只要大妈肯主动归还 自己可以对她既往不咎 听到方姐追问巨款的下落 胡大妈心里咯噔一下 但还是硬着头皮没有承认 谁知回到家中 却发现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 原来熊大几人贼心不死 竟然绑架了大妈的孙子 如果不交出钞票 就要立刻撕票 谁可把胡大妈击坏了 正想着交钱熟人 大胖却突然出现 原来她一直是方姐的手下 给胡大妈充当保镖 直至为了查探消息 见大妈翻出钱袋 大胖果断选择了出手 胡大妈无力反抗 只能看着救命前辈一把夺走 怎么办呢 大妈苦思冥想 终于心事一计 用报纸伪装钞票 想要瞒天过海 谁知却被当场识破 光头恼羞成怒 正要干掉祖孙二人 但下一秒 原来大胖步人看到胡大妈家破人亡 并没有说钱是抢来的 而是告诉方姐 大妈主动上交了巨款 这才请来支援 消灭了熊大一伙 故事的最后 胡大妈终于放下了陈剑 搬进了儿子家里 而方姐也送来了二十万感谢费